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本是 妈咪在哪里 Where is 妈咪? 你看,小小老鼠和Maris都说妈妈 对,他们都在找妈妈 妈咪在哪里 Maria有一个老鼠朋友 小小老鼠有一个人类朋友 Maria和小小老鼠住在同一座大房子里 却不敢告诉任何人 他们是好朋友 Maria的爸爸妈妈如果知道家里有老鼠 说不定会养只猫 小小老鼠的爸爸妈妈 如果发现女儿和人类交朋友 搞不好会钻进地洞里逃走 所以Maria和小小老鼠一直守护着这个秘密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 上床睡觉的时间到咯 Maria换上睡衣 小小老鼠也套上她的睡袍 Maria刷牙,梳头发 然后她喊妈妈 小小老鼠刷牙,梳胡须 她也喊着妈咪 Maria爬上了床 哦,妈妈 小小老鼠也爬上了床 嘿,妈咪 Maria跳下床 朝着屋里大喊 妈妈,你在哪里 小小老鼠蹦下床 对着走嚷大喊 妈咪,你在哪里 但是没有任何回答 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Maria走进厨房 发现妈妈的咖啡还剩下一半 小小老鼠走进厨房 发现妈妈的茶还是满满的 Maria看了看妈妈的房间 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小小老鼠也看了看妈妈的房间 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Maria仔细找了客厅的每一个角落 小小老鼠连窗帘后面也翻片了 小小老鼠家都是手电筒 对呀 Maria跑到书房问爸爸 爸爸,你看到妈妈了吗? 没有耶,小宝贝 爸爸摸摸Maria的头 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 小小老鼠跑到工作室问爸爸 爸爸,你看到妈咪了吗? 没有呢,小甜心 爸爸捏捏小小老鼠的脸 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 Maria不打算问妹妹 因为她只是个婴儿 小小老鼠没有想要问弟弟 因为它还是一只老鼠宝宝 Maria问哥哥,妈妈在哪里? 哥哥回答 我不知道哦,我很忙 然后又继续玩着她的恐龙 就在同时 小小老鼠也问姐姐 妈咪在哪里? 姐姐说 我怎么会知道? 然后又继续玩着她的小熊 Maria大叫 它不见了 小小老鼠也大叫 它消失了 Maria家的车子还在院子里 小小老鼠家的推车也还在门外面 但是Maria妈妈的毛衣不在挂钩上 小小老鼠妈妈的披风也不在钉子上 Maria的妈妈不在梁庭里 小小老鼠的妈妈也不在蘑菇下 Maria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直直跑向院子里的小屋 小小老鼠也想到同样的事 直直的往小屋跑过去 小小老鼠直接撞上了Maria Maria差一点要被小小老鼠给绊倒了 然后 他们一起看见了 guess who 猜猜是谁 是他们妈咪 女孩们大喊 抓到你了 妈妈们也大喊 不对 是我们抓到你们了 妈妈说 和你聊天真愉快 这位妈妈也说 是啊 真是个美好的夜晚 Maria和小小老鼠都好高兴 原来它们的妈妈都没有事 而且竟然也是好朋友 Maria惊喜地拍手 小小老鼠开心地跳了起来 Maria走向前坐在妈妈身边 小小老鼠也走向前坐在Maria身上 Maria说 我想听一个睡前故事妈妈 小小老鼠说 我也要 所以妈妈和女儿 人类与老鼠一起走回他们的家 妈妈们帮女儿盖上被子 轻轻地吻了他们的额头 然后说了一个很棒很棒的故事 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是什么故事 是什么故事 我觉得应该就是妈妈 在哪里 The end 妈妈要让我讲完我看 我下来就对她 我下来就 aquatic 我下来就固定了 我下来就会 我下来就会 那就是妈妈妈 我下来就好 我下来就来 我下来就能吃